春节历史悠久 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原始信仰与自然崇拜 上古时代 人们会在年初之际举行祭祀活动 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这种祭祀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演变为各种庆祝活动 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春节 在古代 碎是一种收割和祭祀工具 年字表示庄稼成熟 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春节前后 围绕着辞旧迎新 祈福纳祥 团圆和谐的共同主题 人们开展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 欢庆这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这一过程俗称过年 春节民俗众多 包括贴春联 贴年画 贴福字 吃饺子 吃年夜饭 除夕首岁 发压岁前 拜年 逛庙会等 中国的年俗文化远远流长 全国各地衍生出 纷繁多样的过年习俗 南北迥异 各具特色 作为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的影响力 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 据不完全统计 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 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 春节民俗活动 已走进近二百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全球文化盛世 为各国民众带去欢乐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